现在是8月17号的中午12点 我正在香港中环的一个商场里面 今天上午转了几条街 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 因为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还在继续小日子其乐融融 并没有受什么特别的影响 香港的城市也很漂亮 整个城市有一种赛博朋克的感觉 那楼都盖到山上去了 我是第一次来啊 有点少见多怪 其实很喜欢香港这种多元的文化生态 就比如说我们80后这代人 小的时候都是因为看香港电影才学会认繁体字的嘛 今天上午看了好多的香港当地的报纸 为什么特意跑到香港来看报纸呢 因为在大陆使用翻墙软件是违法的呀 我做律师的违法的事咱不能干 但是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第八出征还有那些饭团女孩 就可以随意翻墙出来骂人 就没人管呢 咱不管他们啊 看了香港的很多报纸以后发现 对香港这件事 内地和香港的媒体的报道 真的是有着天壤之别 差异太大了 比如说那个眼睛被打伤的女孩 香港媒体说他是被警察的橡皮子弹打伤的 而大陆的媒体说他是被自己的猪队友打伤 可是他的猪队友为什么不有枪和橡皮子弹呢 那个在机场被打的傅国豪 大陆的媒体说他是环球时报的记者 而香港的媒体说他是一个国保特工 还有那些穿着白衣服拿着棍子打人的那些人 大陆的媒体说他们是爱国青年 香港的媒体说他们是黑社会收了钱 再有就是最近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和香港的留学生发生对峙 香港留学生高喊香港加油 大陆的留学生高喊操你妈逼 在这样信息特别杂特别乱的环境下 我们就更压需要学习先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 需要搜集足够多的信息进行交叉比对 才能够尽可能的还原事情的真相 今天晚上五点钟左右 在天马公园有一个反暴力的游行集会活动 我打算看一下也会随时给大家报告在香港的见闻 我是秋实很高兴认识大家 大家早上好我是秋实 现在是8月18号的早晨8点 这个时间很激烈非常适合结婚 我在香港的旺角 昨天参加了两个活动 一个是由民主派 主要是由教师代表 是中小学的教师和教职员所组成的一次大游行 还有一次是由建制派 组织了一次撑警察反暴力的大集会 在天马公园 我跟他们当中的二三十人进行了交流 香港的民主派和建制派在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冲突 这是肯定的 但是他们似乎也有一些共识 就比如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香港其实依旧是一个安定繁荣的幸福城市 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香港的GDP和人均福利在全亚洲始终保持领先 每年对于大陆的外资投资当中 有百分之五六十都是来自香港 或者从香港进入到大陆 对于普通香港市民来说 他们的医疗教育养老这些成本都是比较低的 每年依旧有很多的大陆的富豪或者是中产阶级 申请移民到香港 或者来香港生孩子打疫苗买保险 当然有很多的水客和的这个带货的带购 从香港带很多的物资回大陆 所以说我们大陆经常会想的问题都是什么事都是钱的问题 都是经济性的问题 经济性的因素在香港的街头民主政治当中确实占据一定的比例 但并不是绝对 我们有些大陆的网友说 香港人就是因为吃饱了撑了才要搞街头民主 这么理解也可以也不是说完全有问题 因为香港确实已经不存在吃不上饭的穷人 那么香港的民主运动更多的并不是因为经济因素 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争取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最主要的是想要争取到他们的特首还有立法委员的真正的普选 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这种选举制度并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也并不符合一国两制 比如说他们无法接受现在中央政府所说 实现特首普选是可以的 但是特首的候选人必须由中央指派 他们认为这样的选举并不是真正的普选 也就是说政治因素和政治诉求是整个民主运动当中的核心 而经济因素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是秋实 今天8月18号还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民主派的集会 我也会去参加 会随时为大家报告来自香港的见闻 很高兴认识大家 望角警署的人影 大家上午好 我是秋实 现在是8月18号的上午11点我在香港望角 今天给大家讲三个来自香港的关键词 一个是合理非 一个是勇武 一个是不割席 什么是合理非呢 有200多万香港人参加了民主活动 这200多万人不可能全都是暴徒 如果有200万暴徒的话 福建人是打不过的 在这200多万人当中一定会形成一个光谱 这和咱们大陆经常所说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是不一样的 200多万人当中一定是有特别积极特别激进 比如说要港独的 也会有大量的温和的中立的 还会有一小部分是消极的爱咋咋地的 就好像台湾的蓝色阵营也会分深蓝蓝和浅蓝一样 在这200多万民主派人士当中 绝大多数90%的人认为自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也就是和理非 那10%的人呢 则属于勇武 他们认为和平理性有什么用呢 我们已经和平抗议了十几年了 我们组织的200万人上街 都没有办法跟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合议和妥协谈判 他们该通过的法律还是通过了 所以就不需要在和平的讨论了 就直接打吧干吧 这种就是勇武 而什么是不割席呢 这90%的和理非的人认为 我们不应该和那10%的勇武派的人进行割席断交分清彼此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不一样 因为在战中时期他们就得到一个经验 如果他们在内部形成了一个分化 说分清彼此的话 那么等于会被建制派从内部进行瓦解 对他们实施各个击破 最后他们的政治诉求也无法得到实现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叫不割席的概念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关键词叫做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这也是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所要坚持的 他们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但是那些使用勇武暴力的人 其实也在达成同样的政治诉求 我们不想进行一个割裂 大家用各自的方式去谋求 普选民主这样的共同目标 至于是否能够达成 就看各自努力的效果 这就是目前我所掌握的香港民主派 整个阵营当中的一个情况 今天下午在维多利亚港 还会有一个大型的民主派的集会活动 我也会去参加 也会继续为大家报道来自香港的见闻 我是秋实 很高兴认识大家 都说香港有一楼一缝 这楼是挺多 那缝在哪呢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香港的天后地铁站附近 距离维多利亚公园已经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了 今天下午两点呢 是香港的民主派在这边会有一个集会的活动 已经有几千人至少在这了 本来我有件黄色的背心了 但是今天下午有两个韩国的记者问我 黄背心是哪买的 我从大陆带过来的 没办法我也不知道在哪买 所以我就把黄背心送给他们了 然后我只剩一件白色的T恤 后来人家提醒我说 在黑衣人这么集中的地方 穿白T恤太炸眼容易引起争端 所以我又去买了一件蓝色的衣服 今天下午两点钟是他们的集会 现在看这个情况至少会集中个几万人吧 然后也会随时跟大家报告情况 本来我想找个地方吃饭的 但是所有吃饭的地方都排满了队 估计也就只能到便利店吃面包了 会继续跟大家随时报告在香港的见闻 大家晚上好 我是秋实 现在是8月18号的晚上9点多 因为刚才浑身都淋透了 所以我赶紧回到住的地方洗个热水澡 然后我包里所有的衣服什么的全都湿透了 就赶紧拿出来都晾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这个小青年旅社 是135块钱人民币一晚 因为现在香港的旅游业确实受到冲击 这都是打了折以后的 就那小屋 然后有个床 有个小卫生间 我这衣服都在这晾 然后稍等给大家讲我昨天和今天的一些见闻 昨天的8月17号的晚上5点 在香港的这个天马公园 由建制派组织了一个叫做反暴力爱香港 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 据媒体的报道说 已经有47万人参加了昨天的活动 但是我自己到现场的亲身感受呢 似乎觉得并没有那么多的人 这个呢 无法 我没有能力去考证 今天包括今天我见到民主派的人 然后他们也很不屑 说那绝对不会有40多万人的 说我们算了 如果按照那个场地的面积 除以40多万人 平均每一平方米得有28个人 当然了 这只是建这个民主派的一家之言 参加建制派所组织的活动的人呢 以中老年人居多 而且有很多是像温州同乡会啊 东莞同乡会啊 还有一些是从大陆来的游客 台上做演讲 做活动的这些人呢 有当地的一些议员政客 还有一些大的地产商 还有一些知名的企业家啊 还有明星钟振涛 好像也去了 这是建制派的活动 建制派的活动 整个形式就比较气派 还有大型的这个LED的屏幕 那么今天下午8月18号 是下午两点钟 在维多利亚公园 是民主派搞的活动 我是下午一点多就进场了 一直坚持到晚上六点多 虽然说全身临头 我也就想看 到底能有多少人 因为我其实真的不是一个 特别专业的记者 我已经像沙林一狱一样 被挤在这个场地中间 根本就出不去 但是现场还是挺有秩序 所有人就淋着雨打着伞 然后在那听他们的一些 讲解之类的 我后来就是找到了一段 网上CNN用这个 无人机拍到了空中的画面 貌似说有将近100万人了 其实呢 今天这个活动 811818这个活动 他们呢 只申请到了集会的许可 并没有申请到游行的许可 但他们怎么办呢 民主派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流水式的集会 集会嘛 就只能在这个地方待 游行嘛 是可以一路走 流水式的集会 就是大家从天后地铁站 等等地方出来 陆陆续续的走进 这个维多利亚公园 然后再走出去 到铜锣湾呢 或者到这个 这个叫金钟等等地铁站 离开 这样陆陆续续的有人进来 陆陆续续再有人出去 也是说从下午1点多到晚上 6点多我离场的时候 一直都在有人进来 有人出去 即便说今天下午 这个雨就 基本上从3点多开始 就没有停过 从下午那个会场 回来这个路上 一共没有两公里 但是走了 对我将近两个小时 因为路上人实在太多了 人挨人 人挤人 很有秩序 但是大家的这个速度 肯定是很慢的 每一个地铁站门口 都是排着长长的队 路上也发生过 一个小的不愉快 就是我在人群 那个特别拥挤的时候 我拿着这个手机拍视频 其实我在自拍 然后马上有个小女孩 就说母营呢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拍照 旁边有个男孩的提醒我说 那个你不能拍别人 尤其不能拍大头照 因为我们不知道 你到底是拍这个照片 你要有什么用途 因为之前就有人 把他们照片拍上来 然后拍到网上 进行人肉搜索 所以说你不能拍大头照 这是有一个不愉快的事情 除此之外 今天整个白天都还是很平静的 然后我临成那个样子 还有个女孩送了我一件 那个雨衣这种塑料布的 我回到这个房间呢 就抓紧把视频得剪出来 剪得比较凌乱 很抱歉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时间比较匆忙 因为来到香港了 肯定要关注一下 就是香港发生的一些 暴力性冲突的事情 我了解到的信息是 白天的活动 基本都是很平和的 很和平的这样子走 但是比如说这个授权游行 是到晚上12点 那么到12点以后 警察就有权力驱散 这个游行队伍了 在这个驱散的时候 经常会发生一些 暴力性的冲突和斗钩的情况 所以我回来 赶紧把这个片子剪完 然后呢 抓紧拿吹风机 把我裤子吹干 争取在10点到12点阶段 我还得再出去一趟 再看一看会不会有什么 到最前面 这个队伍最前面这个地方 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 看看今天晚上 会不会有些什么 意外的事件发生 如果有新的事件和信息的话 会及时的跟大家报告 大家晚上好 我是秋实 现在是8月20号的晚上7点多 我在香港机场 得马上飞回大陆 为什么走这么匆忙呢 因为现在压力真的很大 公安局 司法局 律师协会 律师事务所 全在给我打电话 说秋实 你别在那敏感的地方待着了 你再不回来 谁都保不了你了 尤其是我的同事 我的领导 可能也要受牵连 就是他们要承担 管理不力的责任 可是本来就是我一个人偷摸 谁都没告诉我就来了 真的不关别人的事 我最不想看的 就是因为我牵连到别人 所以我得赶紧回去 给同事领导们一个交代 这次来香港的初心 就是我觉得 如此重大的历史时刻 我们普通话的媒体 是不应该缺席的 8月18号 100多万人的聚会 这个活动当中 来了全世界 三四十个国家的媒体和记者 我一直想在他们当中 找到中国大陆的记者 但是就是很难 所以我就在做我自己的报道 但是我对我自己的报道 其实也很不满意 且不说 我没有采访到林郑月娥本人 我对于那些戴面具的黑衣人 那些开枪的警察 或者说那些拿棍子的白衣人 我也没有能力去近距离的 做一个沟通访问 那你说这算是什么采访吗 就是走得太匆忙 太多的题 我都来不及做 我很想去调查一下 香港普通市民 他的收入情况 房租的情况 他们是不是真的像网上说的是 一群活不下去的废物 所以才出来闹事的 我想调查一下 香港人的平均受教育情况 我想调查一下 什么是会选 什么是中票 是不是选举的时候 真的有人拿大巴车 把养老院老头老太太 全运过来 然后投票 是不是真的有人在一个房子里面 弄好几十个那个户口 在那投票 什么是中土问题 什么是地产霸权 香港是不是真的 还有很多的土地可以盖房子 但是地产开发商 就是摁着那个土地 他就是不开发 然后逼着你政府 有一天 你要盖连租房 你没招 你必须得从我这买土地 这些问题 我全都没有调查清楚 胡了八度的 我就得走了 我觉得我真的是对不起 香港同胞 我也对不起大陆同胞 我没有办法把最真实 最客观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这些天除了累的跟狗似的 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就香港这个天 出太阳热的要死 不出太阳闷的要死 好不容易一刮风 下雨了 一百多万人在大雨里 哗哗交三四个小时 你说你花多少钱 涂啥 你花多少钱 能请一百多万人过来 跟你一起遭这个罪 我同事跟我说 秋实你说咱律师就做业务就得了 你扯这干啥 我说你发现没有 香港事件的起因是因为 一部法律到底该不该通过 他们纠缠的始终是 警察的执法是否合乎规范 立委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 香港基本法是否得到的贯彻执行 中英联合声明 这样的法律的规范性的条文 是否得到的贯彻实施 所有问题都集中在法律上 所以说香港问题 它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它是一个法律问题 那作为一个法律人 面对现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 一个法律性的冲突和纠纷 我们不到前线来调查一下 研究一下 我们指望谁来研究 我们指望抖音网红快手大哥来研究 所以说到法律人 我得嘚瑟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律师证 对吧 为啥嘚瑟一下呢 因为回去以后他可能就不属于我了 我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 就这玩意我考了三年 就是我现在做的事也不像是个聪明人干的事 对吧 如果你问我 用三天的时间毁掉自己三年的努力 值不值得 肯定是不值得 但是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 这世上有人精明的躲在后面 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就得有人虎抄抄的冲在前面 并且承担后果 是我自己选的这条路 我愿意一个人承担这些问题 真的不想牵连到任何人 所以呢 现在我要回去给家人 给我的领导和同事一个交代 还有人给我下出主意 说秋实我给你钱 你赶紧上国外怼着呢 我说你别扯 收了钱 这事我就说不清楚了 再者是 我是中国人 那个是我的祖国 那是我的家 出了多大的事 我都会回去的 我也相信 一个中国的立场是不可以动摇的 我们必须要建设一个统一的中国 但是问题是 光有统一是不够的 我们要的是一个统一并且文明进步的中国 而要建设一个文明进步的中国 不能靠暴力 只能靠法律 枪杆子里边能够出统一 但是枪杆子里边出不了文明和法治 所以我要来这 我要促进两岸的沟通交流 不希望因为信息的不对等 因为误解产生纠纷 甚至暴力的冲突 在这呢 再次感谢我的领导同事们 对我的帮助支持 感谢网友们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的视频 感谢很多学术界 法律界 新闻界 一些素不相识的人 现在都在努力说要保护我 为我求情 我不认识你们 但是依然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谢谢大家 今年是我拿律师执照的第三年 就像那个哪吒说的嘛 三年时间很短 但是我也玩的挺开心的呀 自己的命就得自己扛 我是秋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